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重要目标防护等防卫作战手段 形成纵身反击能力 以增加防卫密度 迫使敌人攻台失败 郭政杖表示台湾那么小 纵身的距离一定非常短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要用你的血肉长城去挡吗 就是这个意思吗 这句话赖清德应该出来面对 未来一年的一无一难 后北军人在战时也将纳入这项纵身防卫任务 这就意味着台湾要全民皆兵 到处都是作战 报告书中所指的激动小型人 一些事不就是奥布莱恩抢的 台湾每个人家里都要准备AK-47 要把毒刺导弹放到台湾每一个派出所 他指出 这证明了台军前参谋总长 李喜明一路讲下来的 不对称作战思维 还有奥布莱恩 美国在推销的思维 现在都成真了 而这些语言的 以前台湾防务报告书里是没有的 根据台媒的报道 台军军事专家时日指出 根据台当局防务部门预算书 2024年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 志愿役士兵额 将比今年大幅减少5187人 形同减少了近10个营志愿役人力 两岸学者表示 这除了与台湾勺子化现象有关 更重要的是反映了 台湾年轻人不认同密集党当局的 两岸路线 不支持台都 更不愿意上战场 此外台当局将义务兵役延长至一年 此前在党内引发了争议 国台版发言人曾经对此表示 求和平 求稳定 求发展 是台湾社会主流民意 回到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 连岸关系就能改善和发展 台海和平稳定就能得到切实保障 民进党当局操弄一物谋独剧统 配合外部势力 把台湾青年推向战场当炮灰 只会加剧两岸局势紧张动荡 只会损害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 注定以失败受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